其實我已經有一陣子 沒有見到他 我們通通是透過 WhatsApp的方式聯絡 但我也通比較常是 跟個人聯絡這樣子 對 那當然我覺得 不管有沒有 有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我當然都是祝福的心情 就是希望他們一家人 都可以平安 如果婚姻姐姐交給你 想要補充 你會自行 我想不管他 做什麼樣子的決定 都是自己 對 那也是希望 我覺得不管在事件的哪一方 我都希望每個人的心理 是平安的 對 那我都是以羽衝衝 好的支持這樣子 大家最近也蠻期待 婚禮閣索三有這個可能 現在好像電視台 還在討論當中 所以我覺得 一切都以電視台那邊的 討論為主這樣子 因為以前爸爸有討厭那一位事情 喔 沒事沒事 其實已經平安落幕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耶 我覺得平常就是 可能大家都 我們本來就有一種 互相幫忙的習慣 然後覺得爸爸 因為他也不是遇到第一次了 所以我也回去要呼籲我爸 要自己做好保護自己的這種事 那因為通常 其實那個行為一出來之後 我爸有很多同業 都打電話跟他說 其實他早上也才被跑一個七百的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昨天被跑了一張一千的 就是其實這種事情很常發生 那我覺得 對 就像我那個領書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 一起好嘛 就是不要這樣 你使用者就是應該要付費 然後不要有這種僥倖的心情 就是人家也很辛苦 那一趟這樣子 然後又空車回來 就是每個子氣大哥 後面都是一個家庭 我覺得大家不要這樣子 有一些網友講的話 比較刺耳 你現在又比較釋懷一點嗎 我其實本來就很釋懷 我覺得本來 這個社會上 本來就是什麼人都有 對 他也提醒我說 你要記得做公益 就是怎樣 就是你要間接幫助社會 這個網友 請你注意 這邊有很多做公益的機會 新北市庇護工廠 有二十六家共同配合的廠商 也希望你可以一起來 為這個社會做點事情 如果今天身體還好嗎 感覺今天聲音 對 我有點 有沒有聽出來 對 因為剛好我前一禮拜 跟那個KELU合作 然後去大阪 拍家是葵 對 拍家是葵 然後拍款就有一次 然後就叫到聲音壞掉 不是假的 這不是滑杯 不是滑杯 是我忧得沒力 因為剛好我出國前 我又工作又太累 然後你知道 出去玩 出去出國又會比 在台灣的時候又會更累 所以就是導致我這樣子 咪咪貓貓 對 然後大家也關心說 快要到年底了 不曉得今年的可能 跨年工作或是尾牙工作 目前遙約的分別這樣 對 有耶 有沒有有很棒 有 所以 我 就是今年好像很奇怪 就是 通常我都 就是好像都是年初 我們三四月就已經在排 隔年的尾牙跨年 但是因為我都還沒有 最後下來 所以還不知道 到底就是角落何處這樣 但是因為你知道 你剛剛也問了一個 很好的問題 跨年 然後聖誕節 如果你要送禮的話 還是可以買 新北壁戶工廠 還是可以買 聖誕節還是要送 對不對 局長 對 沒有錯 你通常是什麼節日 節日會送你太太嗎 隨時都要送 對 你看 求生欲很強的局長